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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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肖虹 那今天呢 是 4月6号啦 就是我前一天拍的一个影片 就是我本来打算要4月6号 上传的 可是我发现到 剪辑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剪辑 我就觉得 4月8号来发布也 不会怎样啦最多延迟两天 发布也没有怎样啦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就需要 来回答 Q&A的问题 好了那么这问题呢也是 蛮多的一下啦 我也是非常的 非常 没有非常 那么虽然有一些问题 是问那些有的没的 像 像这个人的啦 这个我尽量不要管他啦 因为我不认识他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 第一个问题 小燕 请问可以拍自拍吗 我很少自拍 不过我在考虑啦 看我想 有想不想自拍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Lim BZ 啦 那么你在家会发霉吗 我在家 也不会有发霉啦 就是有功课就做功课咯 玩游戏吃饭然后睡觉 也不会无聊到没有事情做啦 好那么第三个就是 Alan Wong 请问可以拍个装逼照吗 装逼照啊 哎哟 你看我的那个头像知道我是装逼照了吗 就是这样啦 你看我那个头像 YouTube头像 装逼照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朱凯文 可以拍Vlog吗 我们我们现在在家Vlog还不能拍啦 等到时这个行管令结束了才打算去拍Vlog啦 看我想不想出啦 然后这个 这个放什么我不读 再加OK吗 OK 然后刘家明 你还爱我吗 你是男的还是你的 然后凯翔 挑战连续7天发布影片 这个是可以挑战一下啦 可是我目前的功课是有一定的分量很多功课 所以我就要花多一点时间在功课上啦 然后呢 心之助 请问可以拍FreeFlyer呢 呃 我在早上啦 因为我最近都是玩吃鸡而已 然后 这个啊 杀皮最帅 你喜欢 你喜欢什么爱好 呃 我的爱好呢 也算是 打野猫球 而已 然后 尾城 以后可以拍多一些吃鸡吗 那么就要看观看率啦 我之前 上次我发布的这个影片呢 上面有点慢不过了 现在已经是80多view 所以有机会破100view啦 所以破了100我才拍下一集 我有 请问你会帅吗 我会帅吗 BillyBillyG Hi 你有喜欢的人吗 呃 没有 我的Ari Chen TV Studio 想说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十五岁 你和Kevin六是好兄弟吗 那肯定的 有订阅我吗 一定有订阅你的 然后这个 哇 这么多问题啊 我最后还是一定要回答一些问题了啦 第一 你会继续做youtube吗 如果在读书方面太压力 youtube还是会继续的啦 看那个youtube能做到多高咯 读书的话啦 我不确定 如果你有 女朋友你会 office 羞耀力的 拍视频跟他 那个我不知道啦 等等我有再来啦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属于 你最喜欢的五名英文歌是什么 这个 就是我目前喜欢的啦 你觉得你是怎样的人 我 我是怎样的人 他是一个很吵的人 不好了你的 订阅都是百以上的 肯定的啦 呃 你多高 现在的话我不知道啦 我是讲我之前在学校 量过的身高 当时我学校量是167 现在应该不止167了 华文歌里面你最喜欢 的歌是什么 嗯 我不知道 他其实有喜欢的歌 只是懒惰讲罢了 我很少听华语歌的 然后呢 明天看不到你 问题你多高 我刚才已经讲了啦 然后呢 这个什么 我不懂他就是 问问题还是什么啦 不过 我还是觉得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 回答啦 小红是不是 持字以红意思 也可以这么说 好那么呢 以上就是我所要 回答你们的问题啦 虽然讲 如果你们 有哪些问题 我没有回答到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会在下一集 的影片 再回答你们一些 我没有回答到的问题啦 好那目前呢 我的订阅者 405位订阅者 我也是觉得 唉 很好 虽然讲 405 405订阅者 是上了一点 中得慢 不过呢 我还是觉得啦 在星期日 破410位订阅者 已经是可以啦 不然呢 最多是 星期四破 410位订阅者 也可以 好那么呢 我已经 决定好 下一集要拍什么 影片了 那么就是 开箱 那么开箱什么呢 我下一集 会 跟你们讲 那么 喜欢我的订阅者 就 赞 订阅 还有分享 出席给你们任何身边的 每一个朋友呢 好 那么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